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华尔街股市节目 今天我们要深入探讨一个引人注目的话题 蒂娜的回归 这次的蒂娜可不再是单纯的 没有其他选择 而是强调了美国股票在全球市场中无可替代的地位 尽管市场上出现了对特朗普连任的担忧 许多基金经理依然选择将资金大量投入美国资产 认为美国的经济前景依然光明 然而 私下里对于美国经济的未来却隐藏着不少焦虑 他们担心美联储的独立性受到威胁 并对美元的全球储备地位产生疑虑 尽管如此 即使面对潜在的危机 投资者们依然相信美国国债是最安全的避风港 并将美国股票视为最佳选择 在这样的背景下 市场的乐观情绪依然高涨 投资者们纷纷拥抱美国股票并看好未来的增长潜力 无论外部环境如何变化 美国作为全球经济的引擎似乎仍然无法被取代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欢迎收看华尔街股市特别节目 在今天的节目中 我们将深入分析 来自金融时报的一篇文章 该文章探讨了当前全球市场中 一个名为蒂娜的现象 以及它对投资者的影响 和美国股票市场的吸引力 在过去的经济环境中 蒂娜这一短语代表着 没有其他选择 There is no alternative 被用来描述一种投资理念 即在利率低 通胀低的时代 投资者几乎没有其他选择 只能涌向股票市场 因为传统的政府债券市场表现不佳 然而 如今的蒂娜现象已经发生了变化 投资者越来越倾向于认同 在各种资产类别中 美国市场显得无可替代 当前的市场环境中 尽管存在对美国政治局势的不安 尤其是对特朗普明年可能重返白宫的担忧 投资者在公开场合 通常持有外交和礼貌的态度 认为特朗普的政策 将继续推动美国的经济增长 然而 在私下的讨论中 许多投资者表露出 对美国政治机构稳定性的担忧 尤其是对联邦储备系统独立性的潜在威胁 这种忧虑 不仅限于美联储的独立性被干预 还包括 总统可能通过社交媒体削弱其权威 这种不安的情绪 被一些人形容为帝国终结的感觉 此外 关于美元作为全球储备货币地位的讨论 再度激起 投资者担忧 美国财政政策可能恶化 或者机构体系出现动荡 导致美元失去其稳固的全球地位 更为复杂的是 美国的经济政策中 出现了加密货币支持者的声音 这使得一些主流投资者 对未来政策的严肃性产生怀疑 尽管如此 投资者的策略似乎并未因此改变 反而他们正在加大对美国资产的投资力度 即便对特朗普政府的财政政策心存疑虑 美国国债依然被视作 全球最具流动性和可靠性的资产类别 在危急情况下 美元被认为是最安全的选择 这种信念再度得到了加强 特朗普的一些政策提案 如大规模进口关税 驱逐移民劳工 以及各种减税措施 虽然可能引发通胀压力 但投资者对美国市场的信任 仍然根深蒂固 与此同时美国市场的吸引力仍然远超欧洲或亚洲 这种信念部分归因于美国作为全球储备货币持有国 所享有的过渡特权 及其拥有比其他国家更大的政策灵活性 设想一下 如果一个新兴市场国家 推行类似的政策 其债券 货币和股票市场 很可能会面临崩溃 然而 对于美国 这样的风险被视为较小 如今美国的股票市场表现出色 即使面对财政赤字上升和债券收益率上涨的担忧 股票价格依然保持强劲 这种现象被称为兴奋和动物精神 及投资者对未来增长的乐观预期 在展望未来的同时 许多银行和投资公司都给出了相同的建议 继续投资美国股票 欧洲市场仍然缺乏足够的挑战力 而中国在面对贸易关税的压力下 经济增长可能受到抑制 假设中国货币大幅贬值 也难以完全抵消 这种负面影响 当前的市场环境要求两个条件之一 才能发生重大变化 要么是世界其他地区的显著崛起 可能通过欧洲采取严肃的危机应对措施 要么是美国的重大失误 导致经济出现足够的冲击 影响其股市 但这两者的可能性都被视为较低 门槛极高 因此美国仍然是世界上最幸运的国家 而蒂娜则支持这一观点 综上所述 当前的全球市场中 蒂娜现象再次显现 但其内涵已发生转变 投资者对美国市场的偏好 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坚定 尽管面临政治和经济不确定性的挑战 美国市场的吸引力依然无可匹敌 成为全球投资者的首选 我们将在未来继续关注这一现象的发展变化 并为您带来最及时的市场分析和见解 感谢收看华尔街股市 我们下期再会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的六度百科 对关键内容进行背景介绍 美国股票是指在美国的证券交易所上市的公司 所发行的股份 持有这些股票的投资者 即成为相应公司的股东 享有根据所知股票比例 参与公司决策和分配利润的权利 美国股票市场是全球最重要的金融市场之一 集中了大量的资本流动和投资活动 美国股票市场主要由三大交易所构成 纽约证券交易所 NYC 纳斯达克证券市场 NASDAQ 和美国证券交易所 IMEX 纽约证券交易所 是世界上最大的证券交易所 传统上以大公司的股票为主 纳斯达克则以科技股文明 许多知名的科技公司 如苹果、微软、亚马逊等 都在该市场上市 美国证券交易所 则在上市公司规模和种类上 比较多样化 美国股票市场的历史 可以追溯到1792年 当时24位股票经纪人 签署了梧桐树协议 标志着纽约证券交易所的诞生 此后 随着美国经济的快速发展 和工业化进程的推进 股票市场也逐渐壮大 成为企业融资 以及投资者 获取资本增值的重要渠道 美国股票市场的特点是 流动性强 市场深度大 吸引着全球投资者的目光 它不但为美国国内的公司 提供了融资平台 也成了许多国际企业的选择 以美国为例 标准普尔500指数 S&P500 是衡量美国整体股市表现的 重要指标 囊括了市值最大的500家上市公司 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 DJIA 和纳斯达克综合指数 Nestat Composite 也是重要的市场指标 美股的交易机制相对成熟 采用电子化交易系统 能够高效地处理大量交易 投资者可以通过多种途径 参与美股市场 包括直接在美国交易所 开户交易 或者通过购买 ATF和共同基金 等间接投资方式 美国股票市场 不仅是美国经济的重要情语表 也受到全球投资者的关注 其波动性和不确定性 常常受到经济政策 国际关系 科技创新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 近年来 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 美国股票市场 也迎来了许多新的投资热点 如人工智能 大数据 绿色能源等领域的快速发展 在法律和监管方面 美国证券市场 受到严格的法律约束 和监管机构的监督 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 SEC 负责保护投资者 维护公平 有效和高效的市场 以及促进资本形成 上市公司需要披露 全面的财务信息 确保市场的透明度 和投资者的利益保护 参与美国股票市场 面临着一定的风险 除了市场固有的 价格波动风险外 投资者还需要关注 宏观经济环境 公司经营状况 政治因素等多方面影响 投资者通常通过 多样化投资组合 来分散风险 并密切关注全球经济动态 和政策变化 总体而言 美国股票市场 不仅是全球资本市场的 重要组成部分 也是企业融资 和投资者理财的重要工具 其发展动态 对全球经济 具备相当的影响力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的 六博士的分析 评论 蒂娜的回归 反映了一个全球投资者 对美国市场的强烈依赖 而这一趋势的背后 实际上是对其他市场的失望 和缺乏信心 首先 对于唐纳德 特朗普 有可能再度执政的担忧 让一些投资者 对于美国的政治稳定性 持观望态度 尽管表面上 他们会称赞美国民主 然而 背后的不安在于 特朗普可能对联邦储备 和加密货币市场的干预 这都使得美国市场 带有一种不确定性 尽管这可能导致 机构的独立性受到威胁 但依旧无法撼动 美国在全球市场的核心地位 基金经理们在面临这些尾部风险时 选择继续投资美国资产 因为相较于其他国家 美国的市场深度和流动性 无可比拟 这种选择 反映了全球金融市场 在面临不确定性时的保守与务实 然而 美国市场的吸引力 并不能掩盖全球经济的不平衡 特朗普可能的政策 包括高关税和财政赤字 实际上可能给全球经济 带来更大的不确定性 如果这种政策在其他国家出现 如新兴市场 可能会造成金融市场的剧烈动荡 然而 美国作为超级大国 通过其过度特权 仍能从这些政策中获益 并维持其经济增长 欧洲和亚洲市场 在这种情况下显得相形见处 无法提供与美国相媲美的投资机会 这种依赖 不仅仅是因为美国市场本身的强大 也反映了其他地区 在政策 经济增长和市场吸引力上的不足 总之 尽管美国市场面临诸多潜在风险 但全球投资者对美国的依赖 仍在加深 这种现象 不仅是对美国经济基本面低信任 也是对全球其他市场失去信心的结果 欧洲和亚洲要想改变这种局面 必须通过一系列政策创新和经济改革 提供与美国竞争的投资机会 否则 美国将继续因其过度特权而受益 而地纳的回归 则可能成为一种长期的市场现象 这种趋势的延续 将加剧全球经济的不平衡 并可能导致更复杂的地缘政治经济格局 思想先驱爆 成为有洞察力的人 华尔街电视特别节目 纽约时间 每天早上八点 李奇博士主持 和平评点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 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度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 谈音乐 来人家 中午看 我们下语 下语 探索